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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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看得见 捉不住 似有环母的独特状态 引申出长久以来 人类对光的迷思 小时候最喜欢按升降 每次按升降时都会想 那么小几个按键 为什么会懂得自己发光呢? 电子零件 体积细小 颜色鲜艳 与其躲在电器里面默默工作 倒不如从零件的固有功能以外 尋找出其他被穿戴的可能性 我的第一个组织 实验电子零件 就是运用了纯钮和电子零件 去创造出一些穿户物件 我们的世界是由无数的点、线、面 建构而成 从平面到立体 返回原点 运用设计的基本元素 再加上金工技巧 去制作出当代简约 适合日常配戴的首饰 而我的品牌 Tiss Schmuck 令我们可以重新认识 点、线、面的美感 还可以发挥穿戴者的创意 创出不同的穿戴方法 实验光点芒油 就是运用了纯钮 纯钮和LED 作为实验元素 去展现出物料、能量 和线条之间的和谐 天元地方 是一种原始的宇宙观 不单是关于空间的形式味 而是具有一种追求和宇宙和谐合一的異景味 除了可以运用在建筑 我觉得也可以运用在首饰方面 设计和工艺同样重要 我选择运用传统的金工方式 去创造我的作品 由自己亲手制作 就是一种最直接的方法 去表达出作品的意思 作品是会有自己的生命的 当你以为是你创造它的时候 其实作品会引领你到达一个 它想呈现出来的状态 凡事不是要求最好 而是最合适 希望穿带者会认为 我设计的首饰是会最适合他们的 我设计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